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是 月音三藥素跟噪音 月音三藥素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聽到聲音能夠分辨聲音的不同 就是月音三藥素的不同 月音三藥素就是響度、音調、音體 音體又稱為音色 比較重要的是比較考賽 考的是音量 它叫響度、音調、音體 叫做月音三藥素 響度就是大小聲 說話的大聲跟小聲是音量 叫響度 它是由政府決定的 政府越大、能量越大 響度就是越大 它的單位叫做分配 它的單位叫做分配 響度、政府決定 單位是分配 然後呢 我們在定的時候 是把人耳聽覺的下限定做零分配 零分配 噪音大概是八十多分配 這個分配的計算也是用對數 我們國中不會 高中以後再說 高中以後再說 反正你們知道一下 所以零分配並不是沒有聲音 是人聽不到 是人耳聽覺的下限 反正有一些別的問題 比如說頻率跟聽覺的關係 那個就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 也許你剛才說音聲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知道 那我們就不管他了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的傳聲頭 或的聽診器 就是因為能夠保持正乎 所以它傳的不在意 因為正乎如果小聲音就弱 你就可能聽不到 所以正乎如果保持住 聲音就會維持夠大聲 然後就可以變線 所以把它傳的比較響度 那我們講過比較喜歡 比如說音量 音量是聲音的高低 高音跟低音 平常講不說女生的聲音比較高 男生聲音比較高 就是聲音的高低音 口認一發收 高低音 然後呢 再由頻率決定 頻率單位前面教過 叫賀姿或簡稱賀 這個是重點 相同材質 因為不同材質的發生的頻率會不同 所以你就不太能夠直接比較 但是如果是相同的材料 同樣是霧板 同樣是鐵片 同樣是尼龍銜 來比較的時候 越輕薄短小緊 越輕薄短小緊 它的頻率就會越高 這就是我們的Keyword Keyword 重點在這裡 那麼 音量呢 敲 A音X A音X會響 這個叫做所謂的共振 就我們做過實驗 挑A 旁邊對著B會響 所以現在要共振 共振的條件是 頻率要一樣 共振的條件是 它的頻率必須要相同 所以考試就問你 有一個A音X 請問你誰可以跟它發生共振 你就挑 頻率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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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共振的時候 共振的時候 我們平常講 跟你講 是振不會變大 就是弦樂器 都有共鳴箱的原因 弦樂器 其他小提琴 或者甚至鋼琴 或者是竖琴 這些東西 或者是國樂什麼二胡啊那種 它底下都有一個 如果是一般都是底下 或是後面 或是怎麼樣 鋼琴比較不一樣 有一個共鳴箱 讓它產生共鳴的作用 其他聲音會夠大聲 或者的話 如果只有一個弦 聲音太小 所以就是 政府我們會 這樣子教你 政府會增加 所以聲音會變得比較大聲 會變得更加劍 然後呢 我們後面要交到一個音頻 音頻會跟波形有關係 然後波形最單純的就是音叉 因為音叉只會發出一種聲音 所以它只有一種波形 也因為它這個樣的單純 所以它也只會跟一個聲音發聲共鳴 所以它還可以拿來當作調音的工具 所以它可以拿來當作調音的工具 就是用共鳴的原理 跟它體律相同發聲共鳴 用這個原理來做調音 那麼 這是人耳聽覺的範圍 22到2萬克 然後太低的 比22低的 或太高的 2萬高的 我們人就聽不見 聽不見 太低或太高 我們就聽不到 那超過2萬克的聲音呢 我們稱之為超聲波 或者叫超音波 超聲波 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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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音波會有一些現象 跟運用 有些運用 蝙蝠的飛行 聲納呢 都是利用所謂的超聲波 跟超音波 然後呢 副場科檢查看了 你爸 你媽媽在生理的時候 做這個檢查 或者是用超音波 還是醫學檢驗 然後呢 超音波的震盪呢 可以呢 幫忙洗一些儀器 這個通常在眼鏡行會看得到 幫他去震盪 把你眼鏡清洗乾淨 可以看得到 又是一些現象跟應用 應用 最後一個叫做 音頻 音調音色跟聲音的特色 我們可以紋聲辨人 就是因為我們的音色不同 音頻不同 那麼音頻是由波形決定 波形來決定 你身邊的人就因為音色不同 然後呢 所以就是整理 整理狀況 記得它是什麼意思 如果它有單位的話 是什麼單位 它是用什麼東西決定 我們幫你整理起來 請你看一下 知道 該背的背 該肌的勁 音調比較喜歡好 越輕薄短小景 音調會越高 這是重點 OK